台股不断地冲高 今天尾盘一度上攻 9316点顺利突破 马总统任内高点9309 虽然中场是一9279做手 不过对股民来说 仍然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日子 所以UDNTV也特别制作了一段动画 带你一起来回顾 马总统就任以来台股的表现 也来比一比 三位民选总统任内台股的表现 外资大户连续点火 台股获利全开 突破马英九总统任内的最高点 9309点 国民一套96年的总统套房 终于check out 几套 回复马英九总统在2008年520上任 当年台股以9309点开盘 没想到行情开高走低 9309点也成为马总统任内的天花板 紧接而来的金融海啸 又让股市一路破底 2008年11月跌到3955点 是马总统任内的股市最低点 好不容易2011年的2月 重新占上9220点 但行情又逐渐拉回到6609点 直到今年台股再度发威 马总终于解套 美国市场这边所带来这种 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全球市场的一个资金上的效益 或者是目前我们看到的 美国经济持续的一个 回稳复苏当中 也使得台湾这边出国的一个回温 如果比较三位民选总统 任内的股市高低点 先总统李登辉时期 台股曾经攻上12682点 是史上最高峰 任内的最低点 则是在2485点 陈水扁总统任内 也曾经来到10328点 而唯一没有看到 万点行情的就是马总统 不过分析师指出 其实总统对股市的影响 相对不如基本面来得大 所谓的政治对于市场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短期的 真正会影响股市其实来自于 整个总体经济的环境 基本面的变化 产业的一个趋势 尤其是在企业获利跟资金 跟总体经济成长这一块 原则上这几年来 我们必须要去留意 就是还是一样在政策上面 对于一些类股 对于一些产业 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可能是大家要去留意的说 对类股上面的影响 每当新总统上任 股民难免都会有所期待 但随着国内外景气波动 股市行情难免跟着起伏 综合牌也会失效 想要再忙忙国海赚钱 投资人还是得多做功课 会为基本面才是 UZN TV我正会 秋夕你台北报导